那會變成商品的文化是有它的條件的 它必然是有一定的主流性格在裡面才有可能 那這裡面事實上沒有什麼壞或是好的價值判斷 但是當你要是做另類的這樣的藝術的時候 它就有不是這種商品性格的這一種本質在裡面 所以說要把這樣的東西硬放在一種所謂的 透過票房來平衡它的收入的可能性是不高 也是客觀上不太可能的 我覺得在台灣不管你說是哪一方面的藝術 繪畫寫作或者是表演或其他的藝術 我覺得我覺得如果說你要自居成為一個藝術家的話 我覺得有一個條件就是說我覺得你的戰鬥力要強 我比較不會就覺得說生活消耗掉我的熱情 以至於我在劇場上不能做某些事情 我覺得這不是理由啊 那就是好玩嘛看到報紙有什麼 那零第四期舞台人才訓練那就去報名了嘛 那剛好就毆上來的機率就 就有一年的課程那就是受一年的訓練嘛 就這樣無聊嘛 沒什麼事情做 好玩嘛 我在哪裡 這裡是天堂嗎 不可能 他們都說我是怪星人 我是不可能上天堂 這是第一句嗎 關 걔 disorder 其實演得延續都差不多 因為小聚場的製作就是比較快 然後 說實在一點其實也比較粗糙 沒什麼樂趣 沒什麼樂趣 那就不要再演了 我不太想再繼續演戲 有個原因也是 因為你看 我的體型就這樣 個小小的 然後臉就長這樣 對啊 那一般導演 他們會找我演戲 通常都是妓女 就三種 一個妓女 不良少女 還有一個什麼 不良少女 不然就是小孩子 就這三種 我演那戲也很煩死了 現場安靜 後台工作人員準備好了沒有 好了 二 正光 音樂 演員 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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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四 三 師傅 其實我有興趣做演員 我欣賞我演戲 我還是會演 我現在對編導不叫 不叫 不叫我熱誠想要去做 一開始的時候 會讓我想要跟他坐在那其實是 因為他跟我說這齣戲要跳火圈 我就想太棒了我要跳火圈 那我演好了 我有興趣做編導他有興趣做演員 剛好就這麼就這樣湊在一起 那齣戲很辛苦 如果出門的話 第一次買過足夠的書籍和融音帶 之後應大門不出二門不慢 我在家裡拖地 洗衣 澆花 燒飯 做菜 洗碗 集體劇團第一個戲嘛 我覺得文春很辛苦 我只要負責編導那部分就好 文春很辛苦是說 他除了要做演員 他還要做製作人 他要做執行製作 還要去發新聞稿 對啊 所以那個戲很辛苦 但我覺得 我覺得很多回憶是 我覺得蠻好的 是 是 是 《矢盾》 我覺得 我覺得劇場本身不能累積一些 生命的厚度啦 我覺得生活 生活比較可以 生活是可以的 我現在在借一個廣告Case 然後我很開心 因為這廣告Case 我可以賺盡一筆錢 然後時間短 然後你可以把平常一些 不思亂想的東西 剛好用得上 所以就覺得很快樂 然後又可以賺到錢 所以就更快樂 你要不要說個故事給你聽啊 好啊 有一天晚上啊 蘆筍他很痛苦嘛 是蘆筍啊 蘆筍滋人那個蘆筍 然後他很痛苦啊 然後痛苦流涕啊 然後他還是很痛苦 所以咧 他就把他的頭拿去撞牆 所以那天晚上整個都大耳 然後就聽到那蘆筍一直撞牆的聲音 然後發出很大的聲音 就是蹦蹦蹦蹦蹦的聲音 然後隔天牽扯呢 隔天牽扯呢 人們打開蘆筍的房間 就發現 蘆筍呢 他已經變成蘆筍渣了 然後蘆筍在旁邊有一攤蘆筍汁 然後大家看看那一攤蘆筍汁啊 沒有人敢喝 因為蘆筍渣的樣子太慘 然後從此以後 人們就懷疑啊 蘆筍是輕量退火的 就這樣 然後這個故事啊是 是我出車禍的時候 然後在家裡很悶很無聊 然後又不能動又恨 然後隨便亂想的 然後想出來後我覺得 覺得比較好 比較好一點了 我想 我想做編導 對於我來說 他的快樂就在這裡吧 跟演員不一樣的地方 演員就是你要深入其境 然後去揣摩這樣 其實是很痛苦的 可是做編導的話 你可以隨便亂想一些 然後又可以 又可以把自己的感情放裡面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種 對我來說是一種快樂的事情 我選擇我想做的事情 我選擇我想過我的生活 然後我選擇 我覺得什麼樣的狀態 可能會使我比較快樂 就這樣子而已 我選擇了